Energy Observer 2是一艘零排放船,旨在帮助实现国际海事组织的脱炭目标,将于明天在布列斯特举行的One Ocean峰会上亮相。 创建该船的公司Energy Observer专注于海上脱炭。 Energy Observer已经开发了第一个自主实验室容器,具有完整的清炼。 这艘零排放船能够生产自己的H2燃料,并具有可再生能源盈余。 该公司现在正迈出下一步,向海运业推出其下一个设计。 这艘多用途货船以液态氢为燃料。 该船运行时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运输能力强,自主性强。 该船将于明天,在一阳峰会上由Energy Observer创始人间总裁Victorian Eraser的展示。 该公司及其合作伙伴正在寻求使用原型解决方案来使货物运输脱炭, 因为目前海上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占全球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 Energy Observer 20排放船基于现已成熟的技术。 Energy Observer 2采用成熟的液态氢储存技术,结合最新的燃料电池技术。 该船正在克服的挑战是大型储罐的集成以及低温温度的管理等。 也就是说,据说这艘船在公司技术和历史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克服了这些障碍。 有了这艘示范船,我们希望直接使用氢气作为燃料,使中型工业船脱炭。 我们相信法国海运业有能力成为国际典范,受益于敏捷高效的研究产业生态系统。 Energy Observer 20排放船的主要特点是其120米长,22米宽和5.5米吃水深度, 机翼面积1450平方米,该船载重5000吨,集装箱240个TEU。 它的商业速度为12节,电力推进为4兆瓦,燃料电池功率为2.5兆瓦。 它配备70吨液氢燃料罐,航程可达4000海里。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立即注册。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